好的我们这边来看一下接下来对阵机器的第一局上半场也是小组投名的一个争夺 怎么说呢这张地图红教堂打破轮面对的是机械先知邮差的超修流组合 这套阵容你别看它脆脆的 但是我觉得打破轮破轮不一定舒服 看破轮刷点吧 这破轮带完什么四号机刷点 然后两个窗各站好一个人的那种开局 我觉得马哥这把走的有点远 走的会有点远 但是如果说你比如说什么红教堂刷点 然后四号机一个机械师或者四号机一个邮差什么的呢 那确实也是有的打的 马哥这边的话看一下阿策邮差吗 邮差这个点位的话好像可以滚一滚有足迹 那上来直接撞脸一个邮差也蛮香的 有差的话不是特别牵肢的洞 带有先知的鸟 这边滚一下切形态看夹子 马哥这边有没有带风窗 有带风窗 其实这块板子我觉得可以踹 没有带风窗 那天赋上面应该是一个底牌 然后加张黄 因为它有狩猎本能 这个夹子没封住 滚掉一下 先知的鸟 应该是可以挡掉一刀 但是这个时间其实因为上来撞脸比较快 现在才40秒 已经两次滚上了 且夹子给上 就算你这边鸟给上 哎呦夹中了鸟给上了 我还有个闪现呢 这里的话应该是翻这个窗 位置上面来看马哥 夹子还有可能呢 差一点点 这个夹子封住就舒服了呀 现在的话应该是可以卡一个交互点 然后逼破轮交闪现 但整体上面来讲 这个鸟倒我觉得还是比较快的 这里交闪现了 交闪现了 闪现一刀 还想打个正射 马哥这刀如果打出正射 他就二接了 所以说这个闪现交的非常的漂亮 这边的话还干扰到了先知的鸟子 但是你们听我说 这个局是有但是的 这道阵容修的快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也就一分二十秒 外面总量加起来 现在是两台多 三台 两台半的样子 这个鸟子其实不慢的 这个鸟子算是非常快的 因为马哥这边上来抓的很快啊 滚了一层 刺给先知 拥兵的位置排到了 但是没有尖刺 所以说这边没滚上拥兵 没滚上拥兵的话 球稳呢 这边夹子 你捡我数 我捡你数 但是这边没捡到 还有一个夹子 两秒钟 这边夹子要丢吗 丢 没丢到 隔窗高 有了 好的二接 还行吧 我觉得两边五五开 这个局其实很 因为马哥没有带挽留 我觉得这个局 开门站 他想要争多 也不是特别容易 这躺一个死角 先知外面再起 现在总量差了一台半的鸟子 差了一台半多一点点的鸟子 过来干扰一下中场的鸟 然后挂到红毯 再来压先知的鸟子 这一手挂的一个位置 我觉得要给马哥点个赞 他这边是看到了红毯这边的鸟子 这台鸟子修了73%的这台 这个插眼插住以后 这先知这个位置要吃刀了 一刀打 你救不救人吗 这边是优命过来救 那等于说就是现在三个人没有修鸟 而这破轮现在是什么呢 先开尖刺带一下 漂亮 这手这个刺带给先知非常的舒服 吸血好了 爆 然后悲观走你 挂飞以后继续压 先知这边的鸟子得拉走 待会再看情况了 先知可能不能 可不能倒在这边的 马哥这边他立马起一个轮形态 20秒的悲观 他可以这边立马起个轮形态 就找这个先知 先滚佣兵也行啊 对吧 先知拉开了嘛 这边待会再说滚佣兵一下 反正我插了眼的 先知这边的话 要倒 吸血CD 6秒钟 丢个夹 先知鸟 马上要出来 这边不能管这个先知 他得开轮形态去找那边的佣兵的 要挂吗 要挂的话 整个节奏可能会压 打成一个 那个压击救人 对他还得回身过去 这边压着就佣兵打 佣兵这边的机子的话 大概只差了5%了 强起 强起不好 细血 躲掉 好的 丢一个夹子 封窗口 机械师 机械师好像是娃娃用尽了 所以说墓地的机子没有开起来 这边是机械师 补墓地的机子 那这边 尖刺 开一轮 再给佣兵补上 这把我觉得马哥打的真的非常的精彩 他那波挂到红毯是整个局势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转向 因为他这边如果不挂红毯的话 穷者机子是修的非常舒服的 所以这里的话 其实他把穷者的一个道具套完了 然后仙芝这边的字棋也交掉了 这边的话 我觉得现在可以挂仙芝 为什么呢 机子压不住了 然后这边把仙芝挂上以后呢 待会过来 仙芝就是一个突破口 机子压好了 机子压好了 这样的话 反而就是 穷者这边 我觉得三人开门战 并且仙芝是不在你视野范围内的 如果他把这个仙芝挂上呢 我觉得可能会好 不过仙芝现在是快差一点点吸出鸟 他这里的话 戏血两秒钟好了 然后滚到前面 切形态 有加速 这边机械师没有交互点 可以利用 但是有地窖 所以这边击倒了 也得选择挂 没打到 还想跑地窖吗 门的话开了 平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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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仙芝如果走快一点 不过仙芝也走不了快 他毕竟是倒地的 所以他没有太多的位置可以走 差一点点 我觉得当时如果说马哥选择把仙芝挂了 可能这个局还有一面 因为当时仙芝在脸上面 如果说你救下来了 我这边第一时间把仙芝击倒插个眼 仙芝这边没有自己的 再去追其他人的话 可能有机会争三了 但是这局的话 真的我觉得 马哥的破轮打得非常非常的优秀 稍微缺小 我们看双方的第一局下半场 我们在这边 我akov ale 可以 喝